上回书说到伟小宝从武台山回来,到了北京之后,他安置好了双儿,就来见康熙皇帝。 见着皇帝之后,他把武台山的情况说明了,康熙到这个时候,才知道父皇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。 父亲深陷险地啊,这样好不好,怎么立即派一千名护卫上山,保护父皇? 伟小宝一听,马上摇了摇头,皇上,您怎么办? 老皇爷,多怕是不愿意吧? 那么,父皇他为什么不愿意呢? 哎,您听我跟你说啊,伟小宝又把慎智的话告诉了康熙。 康熙一听,父亲是不愿意自己上武台山父子先会的。 要听,要听美小宝说,父亲夸赞自己是个好皇帝,能够先想到朝廷大事。 想到父亲说这几句话,康熙忍不住放声哭了出来。 我,我,我一定去,一定去,我要看父皇一面。 尾小宝只好在旁边等着,等康熙哭了一会儿,就取出经书,双手望上一城。 皇上,老皇爷,让我对您说,说天下事须当顺其自然,不可强求,能给中原百姓造福,那就最好。 倘若天下百姓,都要咱们走,那么咱们从哪里来,就回哪里去。 老皇爷,还让我告诉您,要天下太平永不加富四字,务须牢牢谨记。 他说,你要能做到这四个字,就是对他好,他心中就永远喜欢。 康熙愣愣愣地听着,眼泪就流在了包袱之上,他双手颤抖着,接过包袱打开一看,里面包的是一部四十二章经。 康熙轻轻翻开第一页,看见上边写着四个大字,永不加富。 这四个字,写着笔致圆融,果然是父亲的铅笔。 凤凰逊势,嗨嗨,这也不敢吗? 小宝,老皇爷身子怎么样啊? 皇上您放心,老皇爷身子苦,还是不错的。 他现在,相貌怎么样? 呃,看上去气色还是不错呀。 小宝心说相貌怎么样,原来长什么呀,我也不知道啊。 小宝,父皇他在清凉寺生活,是不是非常辛苦啊? 皇上,这我可不能跟你说瞎话。 尾小宝就把清凉寺中甚至的生活环境一一躲高。 康熙一阵伤心,又哭起来了。 尾小宝看着康熙往下的眼泪。 哼,他灵机一动,他骂他。 我何不陪他大哭一场呢? 我陪着他哭,他一定对我赏赐少不了,反正眼泪又不用花钱买。 说哭就哭。 皇上,您说老皇上的,他在那儿住着,他躲赐少。 嘿,这小宝来得这快呀。 眼泪长流,哭得这惨呢。 康熙虽然悲痛男人,哭泣出声。 但是他不能太师的身份,终究他是一国之主,他是皇上。 所以,他只好强自抑制了自己的感情。 而尾小宝呢,是有意识这么做,所以他就嚎啕大哭。 尾小宝这种本事啊,小时候在扬州,就练得十分拿手了。 他的母亲,手里拿着毛主板,要打他的屁股,还没奔着屁股来呢,他早已然哭得惊天动地。 而且并不是刚好,那这是货真价实的,泪水滚滚而下,别人看不出他是真哭还是假哭。 康熙哭呢,听这尾小宝哭,这尾小宝越哭声音越大,嚎头大哭。 哭着哭着,康熙把眼泪梳住了。 小宝,我想念父皇,因而哭泣。 你为什么哭得比我还伤心呢? 皇上,我跟你是好朋友,你是君,我是臣,你是主子,我是奴才。 咱们,咱们好啊。 我看你哭得那么伤心,又想起老皇爷对我的温和喜爱。 老皇爷是夸我呀,使我不顾性命保驾,很喜欢我。 我想到这儿,想起老皇爷在那受罪,我心里更难过了。 要不是我惦惦你呀,我也知道你挂念着,让我回来告诉你老皇爷的情况。 我要不是赶着回来跟你禀报,我呀,真想留在五台山,服侍老皇爷,也免得,也免得坏人老欺负的。 小贵子,你太好了,我一定重重的赏你。 皇上带我就好得很了,我也不要什么赏识了,使用这老皇爷的,我们做奴隶的就快活多了。 他这一通哭啊,康熙还真心以为真的。 是啊,我也真担心父皇没人服侍,你说那个行天和尚,忙忙壮壮的,他又粗又笨,父皇身边没有一个得力的人,真是叫人放心不下呀。 康熙当说到这儿了,我家往心说坏了。 他两只眼睛瞧着康熙,就听康熙说,难得父皇这么喜欢你呀。 本来嘛,我身边也少不了你。 哎哟,我以小宝心说,这回我吹牛吹过了份,眼泪也流多了。 皇上,您,啊,我也知道,你是我手下最得力的人,年纪虽小,却十分能干,对我父子都是忠心耿耿。 不过,做儿子的孝顺父亲,身边有什么好东西,总是挑最好的孝敬爹爹。 小宝心说我的妈呀,你一定派老子我到五台山陪老和尚。 嘿嘿,我宁可坐牢,我也不愿意去呀,那吃了什么呀,也没得玩儿了。 果然听康熙说了。 这么办呢,你上五台山去,出家做和尚,就在清凉寺中服侍我父皇。 问你小宝一听, 啊,皇上,这服侍老皇爷是好得很呢,不过让我做和尚,这个,我不是不听您的指议,这个我可不乱一干。 也不是永远让你做和尚,只不过父皇既然一心清修,你也做了和尚,服侍起来就方便一些。 将来嘛,将来,将来你也要还俗。 什么时候还俗呢? 嗯,咱们再商量,还俗这件事,只要你愿意,当然就由得你了。 哎哟,伟小宝心说,你的言外之意,我已然听明白了。 那是说日后,甚至老皇爷老了,他元寂归西了。 哦,才不让我做和尚呢? 哎哟,伟小宝纵然是聪明过人,即便摆出,到这个时候却束手无措。 他虽然知道,小皇帝康熙对待自己很好,但是他既然说出口指了。 倘若我自己坚决不答应,不但前功尽弃,说不定皇上一翻脸,噗,他就得砍了自个儿的脑袋呀。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? 哎,皇上,您让我去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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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什么的你呀?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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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!捨不得你啊! 偛小寶這回哭,可是真哭,半點兒不假呀,是千真會責的哭啊! 只不過,並不是為了忠君愛祖。 實在是不願意,上清凉寺去做小和尚。 康熙为他的哭声感动,拍在他的肩头,态度十分温和。 这样吧,你去做几年和尚,服侍我父皇,然后我另派比你还能干的人,去接替你,把你换回我的身边。 有人伺候父皇,你也回来了,岂不是好啊? 父皇不许我朝见,我确实非去不可。 到那个时候,你又可以见到我了,也不会隔很长时间的。 你乖乖的听我吩咐,将来我给你一个好贵宗。 尾小宝还是哭,晃着,我就是离不开你,我就是离不开你。 行了,你在庙里有空,就读书识字。 回朝之后,我封你做个大官。 尾小宝心说,将来做不做大官? 我管他妈的,眼前这个小和尚,我是准备做了。 他突然间脑子里转眠一想,对啊。 等我到了五台山,哼,我就在老皇爷面前胡说八道。 我看着老皇爷,没见小皇上心眼多。 我呀,哄得老皇爷催着我下这五台山,也不是什么难事。 我就说呀,小皇爷没我伺候,吃不下饭。 就这回我来五台山见您,离开他一个月,他瘦了好几斤。 老皇上他得爱儿子呀,他一定催着我,离开五台山回北京,到宫中伺候的儿子。 尾小宝有了这个主意了,他才慢慢的止住了哭声。 皇上,你让我办什么? 我是赴汤导火,问此不此。 别说做和尚,就是他妈的做乌龟王猫蛋,我也做。 皇上,你放心,我一定尽心眼里,臭老皇爷,让他老人家身子康健,长命百岁,万事如意。 反正韦小宝说好话又不掏钱。 康熙太高兴了。 好啊,没想到你出京一次,居然学位也有长进了,成语用得不错呀。 只是,你走的时间其实也不太长。 我总是高急啊,盼着你回来,老觉得你走了这么久。 尾小宝心说? 你哪是想我呀? 纯粹是想问问,到底你爸爸是活了还是死了? 到底再没在武台山清凉寺啊? 可嘴里又不能这么说。 华老师。 清凉寺的主持方丈啊,还有那位就是老皇爷的师父玉林老法师。 说什么也不肯承认,庙里有个老皇爷。 我又不好扁破了。 所以啊,就在这武台山呢,一座一座的庙里转来转去的做法式。 今天呢,我到显通寺去打架。 明天呢,到佛宫寺房宴口。 您猜怎么着? 就武台山几千个大大小小的和尚,少说我现在得认识一千多。 要不是那些饿拿了呀。 只怕今天我还在武台山,不失生机摘惯呢。 康熙是个非常聪明的皇帝。 好啊,你这一来破费了不少银子。 到武台山,到底花了多少银子,就到内务府去领吧。 康熙这回也没文数目。 心想,韦小宝立了这么大的功劳,要答应去做小和尚,契合我父亲。 他呀,开多少虚头,就随他变的。 其实康熙对待管理国家是非常谨慎的。 哪一笔开枝印多少银子,他必须问个清清楚楚。 他怎么琢磨到武台山不失,能花多少银子呢? 所以开点虚头,也就算赏赐韦小宝。 韦小宝听皇上这么一说,嗯。 他啪的一下,脑子一动,一件事想起来了。 皇上,我不瞒您说。 上回您派我去敖拜他们家。 奴才确实超敖拜他们家得了一点好处。 当时又不好意思跟您禀报。 这次去武台山,见了老皇爷,受了他老人家的教训。 因为对皇上是什么坏事都不能做的。 我呀,这把在敖拜他们家得的银子都布施在庙里。 也算是奴才帮皇上积水应得。 盼望菩萨保佑,老皇爷和皇上早日团圆。 这笔钱呢,本来就是皇上的,我要给皇上用了,就不用再领了。 他心里在说呀。 小皇上,你跟你爸爸早日团圆,我也少做几天小和尚。 他在话中言外之意呢,也暗中告诉了康熙。 这回你没指定让我到内务府领多少银子,这银子可就能多开虚头了。 日后如果有人告发,烧尾小宝在朝敖拜他们家的时候通墨巨环,我现在先给你个伏笔。 到那个时候你瞪眼要问我。 哼,我呀,就告诉你。 我上回到五台山,我早替你布施在五台山上了,你还问什么呢? 这个尾小宝确实心眼太多了。 康熙不知道他想什么,听小宝的话更是欢喜,连连点头。 康熙为了安慰尾小宝,就跟他聊了几句闲天。 我问你,五台山好玩不好玩? 好玩呀? 五台山也不错呀。 尾小宝就把自己见到五台山的风景说给康熙。 康熙久在宫中,听见外边这么好,也是津津有味。 诶,这回呀,你先去。 我不久,一定会上五台山跟你见面。 咱们总得想办法迎接父皇回宫。 他老人家,倘若一定不肯还寻附位。 就请他,在宫中静修,也是一样啊。 呃,尾小宝摇了摇头。 皇上,那恐怕不太容易办到吧。 为什么不太容易办到呢? 尾小宝刚要说话,就听见书房外边缺声驼驼,有一个女子清脆的声音。 皇帝哥哥,你怎么还不跟我比武啊? 跟着砰砰几声,用力推门。 康熙一听,露出了微笑,你呀,把门开了。 尾小宝心说这是谁呀? 叫皇帝哥哥,难道是剑林公主吗? 他走到门旁边,拔下门栓,把房门打开了。 刚开门,窗底下,就进了一个少女,身上穿着一身的红色锦衣。 皇帝哥哥,我等了你好久,你老不来,怕了我呢,是不是啊? 尾小宝一看,这个少女十五六岁,长着一张瓜子脸,薄薄的嘴唇,眉目灵动,非常有阴气。 就瞧,康熙冲着笑着说:"谁怕你了? 我看你呀,连我徒弟都打不过,怎么配跟我动手呢?" 哦? 你是个徒弟? 他是谁呀? 康熙左眼向尾小宝一打。 看见没有? 这是我的徒儿小柜子,她的武功是我一手所传。 来来来,快参见。 师姑建宁公主。 尾小宝心说:"果然是建宁公主啊。 村落得跟水村似的,怎么这么好看呢?" 尾小宝虽然没见过建宁公主,但是她知道。 甚至老皇爷一共有六个女儿,五个女儿全死了,只有这位公主长大成人,是这位皇太后生的。 尾小宝是非常怕皇太后。 有事儿在宫中走,她是很少靠近慈宁公,愣绕远道,她不靠近慈宁公一步。 公主呢,又不到皇帝的书房来,所以直到今天,她才第一次见到建宁公主。 她听康熙说着话,知道是他们兄妹之间闹着玩儿。 本来她就爱凑热闹,所以她笑嘻嘻地到了公主面前,给公主请安。 师之小柜子,叩见师姑大人,师姑暗卒尽安。 建宁公主一笑,突然间飞起一脚,砰,整体到尾小宝的下巴刻上。 她这脚一抬,视线是没有一点征兆的。 尾小宝呢,又曲着一条腿,弓身在她脚旁边给她十里呢。 建宁公主突然间飞出一脚来,尾小宝哪能闭得开呢? 一句话没说,下巴刻着砰,来了一脚。 当时她往上一咬,就把舌尖咬破了。 呀! 她嚷出来,嘴巴这地方,鲜血就流出来,流到一斤之上。 康熙是吃了一斤。 你! 你! 哦! 皇帝哥哥! 你的徒儿的功夫! 太差了! 简直脑包一个! 我剃脚试试她的本身,她连躲都躲不开。 我瞧啊! 皇帝哥哥你的武功也不过如此了! 哈! 真有意思! 哈! 魏小宝大梦,心中不知道骂了几十句,你这臭小娘烂小娘。 可是身在皇宫,姑主这就是主子呀! 自己一个字儿也不敢当面骂出来。 康熙就慰问魏小宝。 怎么了? 舌头咬伤了吧? 疼得厉害吗? 疼得厉害吗? 很好! 很好! 她舌头一咬伤了,话都说不清楚了。 剑宁公主就学着,很好! 很好! 幸连! 不! 幸连! 掉了! 大半条! 她又笑起来。 拉着康熙的手,皇帝哥哥咱别武器。 魏小宝这回认识了剑宁公主,算倒了大门了。 剑宁公主打算要狠狠地治治小宝,下回再说。